透过微创方式治疗癫痫脑部手术 可以大大的降低数后创伤的风险 台大医院日前收治了一位三岁的翁小妹妹 她因为脑炎导致顽固性癫痫 在经过多种药物跟饮食治疗之后 抽搐等症状都没有显著改善 于是医师团队在评估之后 决定首次透过微创技术进行半脑切开手术 在完全没有切除脑部组织的状况之下 断开所有病变左脑的神经连结 成功的解决了癫痫问题 医院特地送上大蛋糕 庆祝床祸新生 三岁的翁小妹妹看起来活泼可爱 还会开口叫爸爸妈妈 很难想象一年多前 她因为罹患脑炎导致顽固性癫痫 陆续出现反复性抽搐症状 甚至严重到意识不清整日卧床 今年初的时候就是病情 就是有点很急速的恶化这样子 然后到最重的时候 她其实是24小时在发作 医师表示一般癫痫患者 主要以抗癫痫或抗病毒等药物治疗 再搭配饮食调整 但如果使用两种以上药物 症状依旧无法获得有效改善时 就称为顽固性癫痫 这类型的病患 大约占癫痫患者当中的两成 必须经过专业评估 找出脑部病变区域 再决定是否要动脑部手术 太大医院之回首次透过微创技术 进行七小时的半脑切开手术 成功切断小妹妹 并变左脑的神经连结 解决癫痫问题 过去的手术像这样的都需要整个切除 那伤口相当的大 那脑部组织也要切除很多 才能达到控制癫痫 那现在微创的话就是 应该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包括感染出血 或者后来发生水脑症的状况 医师强调尽管左脑失去功用 会有对侧肢体无力 以及只看得到一半影像的后遗症 不过对比癫痫发病 如今右脑能够重新正常发展 经由微创技术 癫痫手术不需直接移除脑部组织 更大大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记得陈子凡林一新台北报道